大家好 今天要為各位介紹 基調 母線 尼龍 PE 的差異性在哪裡 這兩年比較流行是 PE 的母線 那差異性是說 PE 的母線線徑比較近 那在遠投性、封切性各方面都會比較好 會比較優於之前我們大家在使用的尼龍線 PE的使用方法呢 我的習慣是PE線 然後我會有加前導線 然後前導線的加法使用是說 有尼龍或carbon都可以選擇 那一般正常在接前導線的話 的選擇是針對你的釣組 如果你習慣釣圖標會在水面上 讓你看得到這種浮式的釣法的話 就建議接尼龍的前導 那你如果習慣釣塵式的釣法的話 就建議你接carbon 因為carbon的比重重 它切水性好、下層的速度比較快 搭配你的塵式釣法的話 釣組會比較漂亮 前導線的長短的話 一般我是建議最少要有三巡 那我個人的話是接到五巡 正常我在做釣的話 是如果這個釣場需要我遠投的話 我就會選擇使用PE線 那如果說你的標點是設定在 機器就是按膠邊 就是你的腳下 那就沒有必要用到PE了 因為PE只是要它的拋頭性好 然後感度好 因為它畢竟用矽 因為差不多是在0.6跟0.8號的PE線 那你如果是釣腳邊的 換膠邊的 就比較不建議 因為那邊中魚的話 比較沒有彈性 那斷線的機率反而會比較增加 一般我們在施打ASR的時候 幼兒的時候 掃起來盡量先把它壓底 然後打的時候呢 打這樣子出去的話 它是枕頭下去 它枕頭下去 然後你的幼兒有調好的話 它黏著性好的話 它是枕頭 會慢慢的這樣子往下沉 這個效果是比較好 那可以比較密集 把魚集中在你要的點 那散打的話 就是會針對比較表層的魚 下去設定 那一直幼兒 你一直幼兒的話 它會一直上浮上浮上浮 可是盡量 我以黑毛來講 就是比較不建議會這樣子 這樣子的打法 那 還是盡量 設定你的目標 你的釣場 經營你自己的釣點 然後去施打你的幼兒 讓效果才會比較好 正常來講就是 下竿前 先會打幾槽 ASA下去 打幾槽 右耳下去 然後再下釣竹 然後因為釣竹的 因為釣竹有重量 所以釣竹在跟你的ASA 右耳一定會跟得到 用拼的話 建議是這個 調整這個 拉粒子的這個地方 要稍微 拉得動這樣子 鬆一點比較好 不然因為線沒有延展 很容易在你大力揚竿的時候 它就會斷掉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注意 P線 當你側風強的時候 因為它的線進系 這個時候就是會展現它的優勢 就是說 制線的弧度 就會比一般人的還要小 相對它感度也會提高很多 就比較不會有放風針的情況 因為風的關係 你釣竹拋越遠 制線越多 就會越吃風 那這個時候 線的選擇就很重要 然後控線也很重要 這個地方 有這邊的駛 好 還有這個地方 剛剛的車椅 這方面的車椅 就要是最大的駛 那些車椅 也不會有什麼 就是車椅 這方面的車椅 那些車椅 還沒有什麼 直擊在下面 那你只見過場 它會流過去你的標頂 那這個時候就是必須視情況來做改變 那是不是廠商的經濟呢 就見仁見智